中國工程院院自中南山 星期四和美國醫學專家 包括哈佛大學醫學院院長等視像通話 分享中國抗疫經驗 臨床發現、治療方案及社區防疫 他直言美國的排查措施做得不夠 說從美國現在的死亡率來看 感染人數的基數應該更大 實際上美國現在病死率是相近3% 這個3%的意思說明 它有很多病人沒有發現 所以才會那麼高病死率 因為除了武漢以外 中國其他的地方不高的 所以它這麼高一定是說明 它有很多病人沒有發現 他們並沒有進行認證的排查 並且接觸者還沒有做到 中南山說 今次是第四次和美國交流 之後都會定期視像通話 強調要各國合作才可以控制疫情 對 對 谢谢大家